感謝主位贏典 感謝神的恩典 保守我們平安的一天 保守我們今天整天 讓我們在晚上 我們可以作為主會來敬拜神 讓我們晚上可以一起聚集聚會敬拜神 也完成 祝祢豐富的贏典平安 願神將祂一切豐富的恩典平安 來充足讓我們每一個人在祭壞 來賞賜給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每一個幕的朋友 每一個木道朋友 今天晚上小弟要用真理只有一世 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晚上小弟要用真理只有一事 來與大家一起做分享 這個一世就是絕對的意思 這個一世就是絕對的意思 聖經怎麼說 就是這樣 不隨著人的在這環境 時間的一個改變 聖經怎麼說 不隨著人的環境時間的改變 主要說怎麼說 我們的安裝者 主耶穌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的安裝來傳福音 我們就怎麼樣傳福音 這就是一世的一個意思 這就是一世的意思 我們來看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我們一起看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哥林多後書我們這裡看第一章 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我們來從南韋這個十五節 我們來看第二十二節 我們一起從第一章十五節看到二十二節 哥林多後書一章十五節 在神約聖經兩百四十八節 新約聖經兩百四十二面 十五節 我既然這樣沉沉相信 就照藝術到你們那裡去 叫你們都可以在地藥 在地藥 也可以為你們兄弟來經過 王馬吉頓去 就為馬吉頓回來跟你們兄弟去 叫你們大家送行王優太去 我有這個意思 甘不是歡呼不定嗎 我說蓋的意 甘是為情欲蓋的 是叫我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這個信實的成功 我們兄弟所團的道 並不是詩又跟不是 因為我跟社略跟提摩台 在你們中間 從所團是女兒 也所記讀 總不是詩跟不是 在他只有詩 是人的應否 無論是多少 在其讀都是詩的 所以請到他都也是實在的 叫神 因為我們來得到英雄 那個在基督裡面 堅固我們跟你們 並且跟我們的就是神 它還用引 引了我們 並且屬性靈 在我們的心來 來作賓吉 這段是保羅 對著哥林多教會 他現在所說的一段話 這一段是保羅對著哥林多教會 弟兄姊妹所說的一段話 在十五節一直到十七節 這補羅他在講到 他的一個團道 的一個形成 在十五到十七節 這裡說到保羅傳道的一個路徑 就是有他的一個想法 有他的想法 但是聖靈 神的鍛鍊 又更是 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為神經當中知道 聖靈的鍛鍊 跟神的鍛鍊 的意思 含意 也真是不一樣 但從聖經中我們可以知道 神的帶領跟保羅原本的意思 並不一定相同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蘇度形段 十六節 保羅他想要 就是王一個地方去 所以從《使徒行傳十六章》 我們可以看到 保羅是要往某個地方去 聖靈來斷 他們是王馬吉頓那裡去 但神的帶領 卻是帶他們到 馬其頓的地方去 所以在十五節到十七節 保羅也是說到 他的團隊的工作 所以在十五到十七節 保羅是說到他傳道的工作 他們想去哥林多教會 他們想去哥林多教會 去那這樣來 信者來在那製造就 想去那邊 讓信徒們能夠得到造就 來在那製造 來得到益處 但是 神的意思 在這不是這樣 但是神的意思 卻不是如此 所以保羅的一個行程 這樣讓 讓小姐 給哥林多教會的人 覺得 你不是要來嗎 他都沒有來 所以保羅這樣的行程 讓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覺得 你不是要來嗎 怎麼沒有來 所以保羅就一直這樣 來做一個解釋 所以保羅就因此做一個解釋 他說我所起的意念 不是情有所起的 保羅說我所起的意 起是從情慾起的 因為我們人 雖然我們自己的意思 在這會變來變去 因為人隨著自己的意思 一定會變來變去 但是神的志 一定是美好的 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 所以神的短片 和保羅他所想的 在這有落差 所以保羅所想的 跟神的旨意會有落差 保羅呢 就一直這樣一個主題 這樣來講到這個福音 保羅因此以這個為主題 來傳講福音 18到1910 還通行 18到19節 它跟他同工 所传的道理 不是是是理 是是理会 并不是是而又非的 是我们是绝对的 是绝对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只有是 在耶稣基督里只有是 所以这里讲到 福音真理 只有绝对的是是 所以福音跟真理 只有一样是是的 并非模拟两可 并非模拟两可 所以传来保罗用到福音 这样就说到 我们所领受的福音 所带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保罗借此讲福音 所带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说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面 都是实在的 所以不论基督的福音怎么样 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实在的 而且我们有这个愿望 并且我们有盼望 我们蒙神的减选 我们蒙神的减选 保罗因蒙神的减选 夹着神的福音 保罗因神的减选 而成为福音的普通 都是神的一个因点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他就说 我们所站在的这个愿望当中 所以他说我们站在盼望之中 站在信用的这个愿望跟应议当中 站在信仰的应许当中 我们有一个家民客的一个证据 我们有很明确的证据 有一个家民客的一个证据 我们有很明确的减据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 所以这段圣经 我们看到保罗的背识 这样他写到他的一个行程 所以从保罗书信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所写的路径 他写他的行程 这样就传来来说到信用 他用他的行程 然后接下来说到信仰 信用的一个真理 信仰的真理 而且这个说到神的这个应许 并且说到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让我们这样为神那些 在了一个家民客的一个证据 家民客的一个证据来做这个 神的应许 这样没落空 神的应许让我们有凭据 来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并不落空 我们在上次的聚会当中 从上次的聚会当中 我们有说到 我们的信用要中大圣灵 我们有说到 我们的信仰要长大成人 我们信用中大圣灵 就是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分辨 信用的一个 是不是真理 从我们的 我们中大圣灵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分辨这个信用 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就可以分辨我们的信仰 我们可以分辨真理 我们可以分辨真理 什么是真理 什么不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什么不是 我们这样中大圣灵 我们就可以这样有一个分辨 我们长大成人的话 我们就能够做分辨 我们看乙福所书第四章 乙福所书第四章 乙福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乙福所书四章十三章十四章 在信用信经两百七十二页 在新约圣经两百七十二页 乙福所书四章十三章 在丹角 我们正在经理上面 当局 当局 合逸 人物身的孩子 可以中大生人 没有基督中心的信用 苏乙不再做孩子 这样中了人的鬼脚 跟欺骗的法术 从一切疑狗之风 来越南飘来飘去 就去水中国中的疑团 这里说到我们长大成人 我们就可以分辨是非 我们就可以分辨是非 在信用当中我们就可以做分辨 在信仰当中我们就可以做分辨 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异端 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异端 什么是为人所发明的这个道理 什么是从人发明的道理 什么是人的鬼脚 什么是人的诡计 一些欺骗人的法术 一些欺骗人的法术 这样让我们在信用当中 这样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 这让我们在信仰当中 有一个清楚的分辨 这就是我们在信用当中 要中大成人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信用当中我们要长大成人 我们在信用当中中大成人 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 在教会当中就是真理来做九条 在信仰中要长大成人 我们就知道要用真理当作我们的注实 在教会当中就是真理来做九条 跟基础 真理是我们的注实 跟基础 跟基础 所以保罗他也这样说到 所以保罗也这么说到 所以既然真理呢 是这样教会的一个基础 既然真理是教会的基础 所以就没随着人来做改变 就不会跟着人而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定睛 在耶稣基督的心上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定睛在神 不是定睛在人的心上 并不是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 所以保罗他说出这段话 所以保罗说出这段话 我们看加勒泰书第一章 我们看加勒泰书第一章 我们看第八节 加勒泰书第一章的第八节 加勒泰书一章八节 在信仰圣经两百六十一页 信约圣经两百六十一页 加勒泰书一章第八十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书架 如果团好音给你们 跟我们所团好音的 不同意的应当比就做 保罗在这里说到 违反真理的这些事情 保罗我在这里说到 违反真理的事情 都应该被就做的 都应当被咒诅 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我们 所以保罗说不论是我们 这个愚是说 现在如果我们团好音 给你们和正常 你们所领受的 顺利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我们是指 现在的我们 如果所传的福音 跟之前你所领受的 有所不同 包括可以是天上来的书架 就算是天上来的书架 很伟大的天上来的书架 很伟大从天上而来的书架 也是一样 所以保罗说到 现在的我们 如果是说的 以前的我们 说的不一样 所以保罗说到 我现在所传的 如果跟之前 跟你们所传的有不同 所以我们代表 说人的改变 这代表人会改变 人如果受到 撒旦的影响 人是会改变的 人如果受到 撒旦的影响 是会改变的 尤其是神的福人 尤其是神的福人 所以警察要在信用当中 在真理当中 要非常坚信 所以更要在 真理跟信仰当中 非常的谨慎 所以保罗说 我们 两个我们 所以保罗这里 说到了两个我们 这两个我们 是正前 你们所领受 那个 领受 顺责 那个道理的我们 这个我们是指 之前领受 纯正道理的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变直 但如果我们变直了 我们说不一样的道理 说不一样的道理 这样你们就要 这样我们也是要受咒诅 我们也是要被咒诅的 因为我们 为反了真理 因为我们违反了真理 在 这五月的十四号 在这个月的十四号 在总会 开了全国 的这个信职人员 的这个会议 在总会开了全国的 圣职人员会议 这样我们的总部职 这样 带我们 这些信职人员 这样 提出了很多 读力的一个 混乡 总部 跟提醒 对我们 圣职人员提出了 许多道理的分享 跟提醒 因为我们都知道 信职人员 包括 团德 党务 这事 我们知道圣职人员 包括传道 长老跟知识 这些都是教会 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都是教会的注释 真理的条件 真理的注释 但是如果在 神的佛林 如果在信用 如果在真意当中 这样变了一件 但是这些神的仆人 如果在真理当中变直了 这样你所担心的影响 是影响到教会 影响到信价 那这样带来的影响 是影响整个教会跟信徒 所以 政府这样就提出了 这样几点 让这些信职人员 这样做一个提醒 所以总部者提出了几点 向圣职人员做提醒 我们真意说教会 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真因书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这我们大家都这样 很清楚 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我们应当都要很清楚 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但是现在 开始有人说 我们真意书教会 是必救的真教会 但现在有人说 我们真耶稣教会是 得救的真教会 这个唯一 唯一这样省略 把唯一拿掉了 他说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不能太担忧 他说我们这样子太骄傲了 主着那种这种得的 我们不能太 går 这样主张的人说我们不能够这么骄傲 教会和教会只甘要比较尊重 教会之间应该要彼此尊重 没错 我们在报道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用到 这样一种创勉 在这里用到 一种勉励 这样让这些外教会的朋友 可以来跟我们正义所教会 来领受这些助力 是的 我们在步道的时候 是跟外教会这样如此的勉励 但是我们本身对我们正义所教会 为他得救的真教会 我们是这样确定的 这是不改变的 但我们教会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这是非常确定不改变的 因为圣经每人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看义夫所书第一章 我们看义夫所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节 义夫所书一章的二十三章 义夫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在圣经圣经两百七十页 新约圣经两百七十页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个穿满万有者所穿满 这里说到教会是亚所基督的身体 这里说到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 是亚所基督所穿满 是耶稣基督所充满的 我们再来看义夫所书第四章的第四章 一起看义夫所书四章第四节 义夫所书四章的第四章 义夫所书四章四节 义夫只有一个 一个圣灵 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真正像你们梦掉 只有一个五毛 一个主 一个神 一个生力 一个一位神 就是正人的背 超好正人之上 管好正人之中 也躲在正人之内 这说到 义夫只有一个 这里说到身体只有一个 第一章二十三章 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一章二十三节说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才说到身体只有一个 这里说到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神的教会 地球的真教会只有一个 所以神的教会 得救的真教会只能有一个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一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们来看十二章 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 幽怨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神的教会 地球的真教会 只有一个 所以神的教会 得救的真教会只有一个 我们来判断神的教会 是否有照真理而行 神的教会是不是 圣灵同在 这样来证明这是神的教会 是否有圣灵同在 来证明这是真教会 神的教会有信价基础 来证实我们所团的这个道理 神基祈示是证明 真教会所传的道理 所以这三个条件 是这样要同时具备 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所以我们神的教会 是有完全照着真理 这样有圣灵同在 有信价基础 为他得救的真教会 真理圣灵神基 是代表我们真业书教会 是真正得救的教会 所以我们神的教会 是为他得救的真教会 所以我们真业书教会 确实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有一边小弟在领会 有一次小弟去领会 在台上小弟谈到真业书教会 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翻译的这位弟兄 他这样听到 就这样停顿一下 这位弟兄听到就停顿了一下 他说真业书教会 是得救的真教会 他说真业书教会是得救的教会 这在台上纠正说 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小弟提醒他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他忽略这个唯一 他忽略了唯一 他省略了 他省略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教会当中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听到之外 因为说 我们教会 这是得救的真教会 所以可见我们教会 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 觉得真业书教会 只是得救的真教会 不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并非唯一得救真教会 外教会也很热心 他们觉得外教会的人也很虔纯 外教会也很热心也很有爱心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 跟我们说的 神教会是基督的神科 但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神科只有一个 身体只能有一个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肢体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肢体 连结在这个神科里面 连结在身体上 所以神的教会只有一间 所以神的教会只能有一间 只有一间 所以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就是真业书教会 所以唯一得救的教会 就是真耶稣教会 这是我们每个兄弟 现在要真有信心 真有信心的 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所以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应该要有信心确认 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第二点 中佛就所提出来 就是说 怕生的人 有才做好事的人 有些人 有些新的博人 这样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个循环 再来总负责提出第二点 对于行善的人可不可以进天国 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 有的团团人 这样自己主张 有的传道人自己主张 如果我们将来在天国 这样看到某某上人 如果我们在天国看到某某上人 我们也不用觉得奇怪 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 我们也觉得说 这种顺法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水跟圣灵洗 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从水跟圣灵 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五十 耶稣说 我是实在在带您说 人若不是为水跟圣灵洗 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这是圣经很清楚 这样带您说 圣经在这里很清楚的写道 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样行善怎么可能得永生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我们请看第十九章 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 我们来看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 有一个人来认识说 辅助我自己做什么神书 才可以得永生 所以在当时有这么多人 幽怨有这种循环 所以在当时也有很多人 有这样子的想法 做什么神书 才可以得永生 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到永生 圣经常人说 主耶稣常人说 我们是靠到下座的生命 甘命守圣灵 才可以在你天国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透过赦罪的喜跟圣灵 才能够进入天国 幽非做善事就可以得永生 幽非做善事就可以得永生 所以在圣经当中 这个少年财主 这样来问耶稣 所以在圣经当中 这个少年财主这样问耶稣 我自己做什么善事 才可以得永生 我要做什么善事 才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在这里有一些人 因为好行为 有爱心的人 他们将来 在这里有机会来得救 所以有的人认为 有爱心的人 做善事的人 他就有机会得救 但是圣经我们刚才看到 最好说很清楚的人说 是要为罪 跟圣灵来生 但是圣经里 主耶稣很清楚的说到 人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 我们要悔改 领受下罪的这个生命 我们要悔改 领受赦罪的习 来领受圣灵 这样成为 得天国基业的这个便宜 领受圣灵得到 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所以我们 我们不能这样 去做神的工作 我们不要去做神的工作 因为神盼是神的工作 因为审判在神 我们每一个兄弟 现在就是完全照着 圣经大家说的 这些经历 这些道理 来领受 来传福音 我们只要领受 圣经上的道理跟真理 来传福音 我们不能 这样 替主耶稣 来做判断 我们不要替主耶稣 做判断 因为这是 圣经大家说的 就是这样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照着 圣经大家说的 我们这样来领受 我们就是照着 圣经所说的 做领受 有的 传道者也这样说 有的传道者 又这么说 这样 在圣灵 这样 不用以 当人员 来做判断 的变故 领受圣灵 不用以说方言 方言作为凭据 但是 我们看到 圣灵 圣灵 这样 代行的时尊 那个时尊 大家领受 圣灵 的这个情形 我们可以从 使徒行传看到 圣灵大将的时候 当时的状况 我们来看 圣灵 圣灵 第二章 我们一起看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来看 第一章 一直到第四章 《使徒行传》二章 二章一到四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 五孙传这九桌 门都组集在一个地方 忽然间 因为天顶有乡车下来 青青一阵大风吹过 穿满了 他们所坐的处 又有纸头青青 灰烟 显显出来 浑灰落在他们国人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来 穿满 按照圣灵所属的口袋 攻击北国的未来 在这里很清楚记载 这些文章 领受圣灵的一个情形 这边很清楚的记载 这些门徒在领受圣灵时的情形 大家说灵言 大家说灵言 所以 我们就以 我们判断这个 听到现在 在这里没有朋友 他是不是领受圣灵 所以我们用灵言来判断 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否有得到圣灵 所以是以灵言 来说灵言 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是以说灵言来作为依据 这是不变的真理 这是不变的真理 所以 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领受圣灵 就是他是不是说灵言 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他有没有说灵言 作为我们判断 他是否得到圣灵 有一边 小弟在这间教会 来协助灵言报道会 有一次小弟到一间教会 去协助灵言会 就来了 两位幕道朋友 这两位幕道朋友 他们原本 在外教会 那里来祝会 他们原本在外教会聚会 后来呢 有我们教会在这里 邀请他来教会 来听道理 后来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听道理 在祝会山 这个祈求灵言的时候 在聚会后在祈求灵言的时候 他们来到头前祈祷 他们来到前面祷告 在祈祷的时候 听他们这个祈祷有灵言 这时候听到他们祷告声音 感谢祝你们这个圣灵 隔天小弟看到他们 很高兴的跟他们说 恭喜你们得到圣灵了 他就说 团队 不好意思 其实 我们在原本的那间教会 他们说传道抱歉 我们原本在外教会 这个我们的牧师 就有教我们怎么学习 用圣灵来祈祷 我们的牧师就有教我们 如何用圣灵来祷告 所以他们的牧师 教他们学习 用圣灵来祈祷 他们的牧师教他们学习 用圣灵祷告 所以他们的圣灵是学习 这样 这样 让我们讨断 这样 这样 这些不太清楚 来做一个讨断 所以他们的灵眼是用学习的 让我们不容易去判断 所以这也是我们 在在判断 这个牧师朋友 在圣灵 现在也就是这么大 一个挑战和可厌 所以要如何去判断 牧师朋友有没有得圣灵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 他们已经在 他们的牧师 这样教他们 这样用圣灵来祈祷 因为他们的牧师教他们 用学习圣灵的方式 是用一种学习的 这样学习 这样令人基督的一种方式 是学来的 所以 跟真正领受的 这样是不一样的 跟真正领受的是不同的 但是圣经 这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的第四章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一节 约翰一书四章的第一节 亲爱的书第四章 一切的灵 你不能都信 总要来分辨 那些灵 是处理神的 不是 因为世上有很多 基神地 已经出来了 这圣经大家说 我们要去分辨 那些灵 是处理神的 而且不是处理神的 圣经上说 我们要懂得去分辨 那些灵 是不是出于神 所以在当时 这些书都 已经面对了这个问题了 所以当时的使徒 就已经在面对 这样的问题了 在2000年后 我们有完 面对这的一个问题 2000年后的我们 也是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 在教会当中 这个经历 的坚持 的持续 就更加要紧 所以在教会里面 对真理的认识 跟持守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 约翰一书四章 的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十八节 爱来里面 没有古牌 爱既然完全 就在古牌 尽去 因为古牌里面 含着幸福 古牌的人 在爱 没法到 在当完全 所以 有的传道 说到 在我们教会当中 没死罪 所以有的传道 又提出了 在教会里面 没有使罪 因为 以 以古 极杂的圣经 因为他拿这一句 当依据 就是 爱里面 没有惧怕 就是爱里面 没有惧怕 但是 圣经 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我们看十六节 十六节 十六节 约翰一书五经 十六节 人家如果看约翰一书 翻了 没地 和死的罪 就当为他来祈求 身体和生命 来祝福他 有地和死的罪 我没人说 为这个罪 来祈求 所以这些圣经 很清楚 大家说 有地 四的罪 跟没地 四的罪 这边圣经 很清楚的 写到有 致死的罪 跟不是致死的罪 所以不是 爱里面 我们犯什么罪 都没要紧 所以不代表 爱里面 我们就可以犯罪 不是说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这样 就会 是都会 这样 赦免我们 并不是神 都会赦免我们 所有的罪 因为圣经 大家说 有地 四的罪 跟没地 四的罪 因为圣经 告诉我们 有致死跟不致死的罪 我们再来看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来看 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在圣经 三百二十二页 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二页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 既然知道 真得以后 如果故意犯罪 受罪的罪 就没再有罪 只有真正 来与与神伯 与那个 生命正在人的力会 在这圣经 也很清楚 对我们说 所以圣经这里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如过 知道 真得以后 我们知道 真道之后 我们故意 都去犯罪 我们还故意犯罪 包括 离德 包括 离道 包括 犯了 第四的这些罪 包括犯了 致死的罪 这都是第四这都是故意犯罪 这都是故意犯罪 什么是故意犯罪 什么是故意犯罪 就是没人公表你 你去做的事 就是没有人逼你 你还去做的事 所以 离德 在这犯第四的罪 都是你自己去做的事 不论是离道或者是犯致死的罪 都是你自己去做的 就是这所说的 圣经所说的 故意犯罪 就是圣经这里说的 故意犯罪 赎罪的罪就没再有罪 赎罪的罪就没有了 这只有政典丹后生盼 你只能占据等候审判 所以 我们刚才说到这几行 在教会当中 尽力的这种价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 在教会里面 目前有的真理的效 包括 有人说 比如有人说我们只是得救的 真教会 并非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有人说 这样 不用吃到水跟圣灵生 才有得救的机会 不借着水和圣灵 我们仍有得救的机会 这都是异端 这都是异端 这都是错误道理的教会 这都是错误道理的教训 没死罪 在圣灵 他不用依公灵人来作便宜 没有使罪 圣灵不用以说方言为依据 所以这都是 已经存在在我们教会 慢慢地发表 一些 错误的真理 这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逐渐发酵错误的真理 错误的道理 错误的道理 所以我们警察要去 来研修我们的真理 所以我们更加要坚守真理 而且我们每个人在这外 也不可以 让这些策劳的道理 来受到影响 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被这些 错误的道理受到影响 我们警察要仰望神的怜悯 我们更要仰望神的怜悯 我们来看邮大书 我们一起看邮大书 邮大书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由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五十四页 新约圣经三百五十四页 亲爱的兄弟啊 您求爱在自信的心得上面 祖祝自己 在圣灵里面祈祷 保守自己 担在心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要所基督的灵敏 在它影响 在这个旺区背叶的世代当中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当中 这些很多的道德是非 这样已经没清楚了 已经没有很清楚的道德是非 所以我们的状态要在真理上面 来坚固 所以我们更要在真理上面坚固 来造就自己 来造就自己 靠着圣灵的祈祷 让我们都可以保守在神的爱中 靠着圣灵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 我们仰望神的灵敏 一直跟我们走完这条信用的路 仰望我们主耶稣的灵敏 走完我们信仰的道路 让我们有得救绝对的把握 让我们有得救绝对的把握 今天晚上小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咱们再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171首